二十节 The womb The womb forgets them 指的是他的 Womb通常是一个女人的子宫叫Womb 在这个地方指的是你来的源头 每个人都是从妈妈的肚子里出来的 所以That's the womb 连你来的地方都把你忘记了 都给你忘记了 The womb forgets them 这个Womb跟Worm很有意思 这两个都是WO开头的 但是这个Worm是那些虫子 虫子 OK 那些虫子 Feet on them 什么叫feet on them 这个地方显然这个 feet呢是做动词用 是不是 feet on them是什么意思 什么叫feet on them 大吃大喝 狼狼主愿 大吃大喝 对不对 大快朵鱼 饱餐一顿 哎呀 所以呢 这些虫子把他们 好好的大吃一顿 Evil man 他讲的是这些恶人 这些恶人呢 are no longer remembered 他们没有办法被人纪念的 不再被人纪念了 没人记得他们 从哪里来也都没人记得了 but are broken like a tree 这些恶人的下场最后会变成像树 折断的树一样 broken broken是整个啪一折把它broken 把它折断了 就像一棵树被折断一样 这个我们现在很有经验 大台风大雨或者是什么强风 巨风来的时候 常常有这样的事情 are broken like a tree 好 讲的就是这些恶人的下场 好 有没有什么问题 下面有个pray they pray 注意这个pray不是pray pray是我们祷告 那个音比较长 pray 这个是pray pray pray on 什么叫pray on pray做名词的时候是什么意思 老师猎物 猎物 ok 比如说那个野狼在追小羊 他就把他当成猎物了 是吧 狮子在追个驴子 他把驴子当成猎物了 那么这个pray做动词呢 表示他们在追捕 他们在想办法捕食那些猎物 ok 这些人呢 they指的是谁 they they指的是谁 好人还是坏人 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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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那些恶人 惑人 evil evil man 我们前面讲的evil man 邪恶的这些人 they pray on the barren and childless women barren是那些不生育的parabarren barren这个字如果用在土地上 在圣经里有两个用法 barren barren一个用在女人身上 一个是用在土地上面 如果讲土地barren earth 或barren place的话 哎呀 我这个分配到一块土地 是barren 这个指的就是寸草不生的土地 长不出东西来的 这个叫barren 女人呢 如果讲女人barren 表示这个女人怎么样 没有办法生育 没办法怀孕 这个叫barren ok 圣经里面谁是怀不了孕的 你们记得吗 哈拿 哈拿 that's right 对 他本来怀不出孕的 对不对 怀不出孩子的 ok barren ok ok 所以 the barren and childless childless 这个一看字就知道 什么字 加了less 就是没有这个东西 他是没有小孩的女人 ok and to the widow show no kindness ok 这个地方是不是有盗庄的情况 是吧 show no kindness to the widow ok 对于 寡妇 他们是怎么样 show no kindness kindness是什么意思 不友好的 就是 不只是友好啊 kindness 不上代 不友好 ok kindness 指的是很仁慈 ok 仁爱 可以对人家很有爱心 ok 善待人家 这个我们叫kindness ok 所以呢 表示 对寡妇 他们都是没有仁慈的 这个在圣经里是没有办法接受的 寡妇 孤儿 这些都是要照顾他们的 犹太人在圣经里面就已经上帝又教导他们 寡妇 这个孤儿 这些等于是 社会上的这个比较弱势群体者 我们一定要关注他们 一定要照顾他们 ok 好 有没有其他的问题 嗯 敬老师 对不起 我刚才那个就是那个18节那个surface那个我没听这什么意思啊 surface surface是什么的表面 比如说这个水面上 surface of the water 水面上 我们做菜的时候 汤的表面 the surface of the soup 比如说这个油的表面 你们有的时候要看啊 这个油温度高不高 你要看他的表面 有没有冒泡泡 the surface of the oil right 什么的表面 ok 那这个就是扶贫那个 那个那个泡沫那个 former 我没有看到扶贫这个字 因为在在圣经里面 英文里面扶贫是是有这个东西的名字 但是我我看到是风 风是泡泡 泡泡 对 不是一个像泡泡一样 但是有可能他原来的希伯来语 可能是跟扶贫有关系还是什么样 那我就不知道 嗯 OK 明白了 嗯 Thank you 泡泡就是指你 比如说你洗手的时候 那些肥皂泡就是泡泡 那个就是风 那个就是风 好 有没有其他的问题 对 老师那个 那个寡妇那个词 跟那个窗 窗口窗户那个词 读音是一样 不一样 绝对不一样 OK 我看一下 这个方子怎么念 窗子你怎么念 window OK window是因为它有一个in在中间 window 对不对 有一个in在中间这个笔音的字 OK 那你看看寡妇怎么办 那你看看寡妇怎么办 寡妇怎么办 那怎么念 寡妇怎么念 window是吗 window 一点都没有念 window 你加进中间有鼻音的时候是window 是窗子 如果你没有加in进去的话 wind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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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寡妇 window window 是窗 window window 这里鼻音来了 window 就是窗 wind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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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寡妇跟这个窗子不能混为一谈 OK 不能混为一谈 谢谢 好 没问题 OK 所以寡妇 那那个官夫怎么说 官夫英文怎么说 有没有人知道 睡觉披露 睡觉忘了 也一样 window 再加er window 这个是官夫 OK widow 是女的 寡妇 widow 这个是官夫 男的 OK 所以这两个 一个寡妇 一个官夫 OK 都是死了 他们的配偶的 好 有没有其他的问题 加了个一啊 oh wind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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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 你要把n拿掉 没有鼻音 因为你这样会变成窗子 wind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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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 你有n 你有n 把n拿掉 你注意听哈 听 注意 念三遍 有鼻音的是 window window 这个是窗子 你先不要念 你就听 window 这是有n的 然后没有n呢 是 wid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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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点 没有鼻音 没有n在中间 所以一个是 window 一个是 widow window widow 不一样 你试试看 你读读看 window window 寡妇 怎么用 寡妇 window 你把n又放进去了 不可以把n拿掉 w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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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ow window no 你把n拿掉 wi 那个i是念短音的 it w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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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ind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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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念一次 window 你把n放进去了 你要回去练 把n拿掉 wit wit window ok 如果有n的话 window 那个是窗子 所以两个插 插一个字母 wit 跟window 不一样 window window是窗子 有n的是窗子 没有n的是wit wit 好 有没有其他的问题 老师这个wit 是怎么读吗 后边那样 w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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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ay wit wit 是 w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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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六节有一个发音的问题 二十六节 金老师 二十六节 OK好 没有二十六节 二十五节 不是 我说错了 二十六章 二十六章的第几节 第六节 第六节 OK好 来怎么样 有一个发音的问题 哪一个字 有一个发音的问题 就这个 Destrush case 这个 哦这是 OK 你注意看 它是TION结尾 所以它是TION结尾 它的重音在倒数第二音节 它前面这一节 Destr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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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这个句子非常好 二十六章的第六节 还有这个来的 我们在祷告里面都可以用到 Death is naked before God 死亡 死亡根本不算什么 在神的眼睛前面的话 这些是完全是 就像没有穿衣服一样 罗露的一样 神看得清清楚楚 一点也不要惧怕 OK 神把他们看得清清楚楚 好 你的问题是什么 就是读得不太通顺 你念念看 Death is naked before God Destruction lies uncovered Right Good Very good 没有问题 Lies uncovered Lies uncovered Lies uncovered 就是你要 你要抓到 你念得多了以后 你进来 你自然就抓到 那个语境 就是它的那个速度 你不要在 不该停的地方 很慢 OK 所以Death Death 那个EA 发的是 Death is naked before God Death is naked before God Destruction lies Uncovered Destruction lies uncovered 很棒 Destruction Construction Destr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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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ies uncovered 所以一个是 Naked before God 一个是 Uncovered Uncovered到底讲的是什么东西 不能够折盖 不能够折盖了 不能够折盖 所以 所有的Destruction OK 所有的灭亡 所有的毁灭 到处都看得见 你没有办法折盖它的 OK 如果你这个地方 比如说把这个神 把这个城灭掉 或者恶人把这个城灭掉的话 神一看就知道 OK 到处都看得清清楚楚的 好 有没有问题 谢谢 Thank you 好 Thank you OK 第七节里面有一个 Suspend Suspend 是什么意思 Suspend Suspend 有做什么意思 那是 弦的意思 弦 弦调在那里 有没有 Suspend OK 我们的名词是什么 Suspend 对不对 Suspend OK So Suspend 还有一个意思 如果你家孩子 学校 不让他上学了 不让他上学了 这个叫什么 叫什么 老师是不是开除 开除了 不是开除 Suspend 暂时不让他上学 这个叫什么 暂时不让他上学了 这个叫什么 三天不准去学校 OK 美国有这样子 你在学校如果打同学 或者做了什么不好的事情 的时候 老师可以 学校可以让你的暂停上学 三天不准上学 五天不准上学 OK So Suspend 他被人家被Suspend了 他被学校给Suspend了 指的就是不让他上学了 我不知道这重要 挂控党了 暂时不快 就是不让他去学校了 OK 这个是很丢人的事情 如果搞到这样子的话 这是很丢人的事情 然后还有工作上被Suspend 有没有听过这种 公职人员是有Suspend的 OK 公职人员在美国 公职就是暂停 你现在比如说一个警察 假设他现在开枪 或他职务上有一些 值得怀疑的地方 那么他们就让他 暂令停职 你先暂时不要做你这个工作了 接受调查 Suspend 或者是你原来是配枪的警察 现在给你调文职 你在办公室管一些文书吧 Suspend OK 他被Suspend了 通常这种情况都是因为 你犯错 或者是你有什么事情 要接受调查 叫Suspend 然后Suspend跟Suspension 这两个 我们现在看 他现在讲的这个Suspend 是什么东西 这个Suspend是他的旋 旋在那儿 什么东西 停在那儿 挂在那儿 这个是Suspend He suspends the earth over nothing 你觉得他为什么要用Suspend 他为什么不用Hang 挂在那儿 我们挂那个东西 那个Hang 跟这个Suspend有什么不一样 挂可能是上面 我挂一件衣服 把我的袜子挂在外面 这是Hang Suspend是什么感受 就是没有任何 可以 那个 像挂衣服的话 上面有个东西挂在上面 这个是就完全没有 没有这个 OK Suspend本身 有一个意思就是 他本来是会动的 他本来 比如说 他本来是可以工作的 对吧 比如说 我现在在 我在我们超市 做收银员 OK 现在因为发觉 钱少了 发觉我这工作 做的不好 把我调职了 让我接受调查 意思就是说 他本来是可以动的 可以做事情的 可以动的东西 现在把它停在那 叫你不准动 叫你悬在那 这个叫Suspend Hangin的话呢 是那个东西 就是挂在那 比如说高高的亮起 我把我的衣服 一个外套 挂在一个什么树枝上 那个是Hangin 对不对 Suspend有一种意思 就是他本来会动 你现在让他不动了 把它停止在那一点上 叫Suspend 好 He suspend the earth over nothing 他为什么不说 把地晾在那 挂在那 这个Hangin 为什么要用Suspend 有什么意思吗 首先 地球本身会不会动 本来会不会动 会动 我们的地是会动的 有春夏秋冬 四季的变化 我们有生老病死 或者我们有的时候 会有火山 会有台风 会有大风吹 所以我们的地是会动的 OK 生生不息 OK 但是现在呢 神把这个地 让他不动 然后Suspend over nothing 他让他停住不动 然后在什么东西的上面呢 over nothing 什么东西也没有 他就把它停在那个位置上 这个好像 我们以前看过什么卡通 或者什么电影的那种镜头 一个人 比如说跳跃在空中 突然在空中 那个动作就 动住了 不动了 这个就是over nothing 在没有东西的上面 OK 所以用Suspend 是不是比hanging更好 对不对 hanging的话是高高挂起 你把那个国旗给我挂起来 你把那个鞋子给我亮起来 你把那外套给我挂在树枝上 那个是hanging right suspend有一个意思 就是那个东西本来是会动的 前进的 你现在让他定住不动了 这个叫Suspend 好 有没有问题 所以你比较以后 你就会发觉 嗯 用Suspend这个字 确实意思比较好 是吧 OK Spray out什么东西 over empty space 这个是什么意思 Spray out一个东西 over empty space empty space是什么 空的空间 空的空间 Space呢 我们通常指space 是什么 空间 太空 太空啊 对不对 穷 或者是中国古时候 穷舱啊 就是一个很大大的空间 我们叫space 我们的太空船叫什么船 英文怎么说 太空船怎么办 怎么说 space ship that's right 就是这个space space ship space ship 后面叫s-h-o-i-p space ship right 所以empty space 指的是一个很大很大的空间 它把什么东西 铺在这个很大的空间里头 is break out the northern skies 北方大大的天空 整个铺在那里 Northern skies OK 然后呢 它还让地球形 大地整个都悬在那里 不动了 OK He suspends the earth over nothing over nothing就等于在一个什么 虚空里面 OK 啥也没有的东西里面 好 有没有问题 下面第八节有一个wrap up 什么叫wrap up wrap up wrap up 什么意思 包火 包包 你可以包什么东西 包什么 讲讲 包子啊 包子就那个动作就是包起来 因为里面有肉馅 对不对 you wrap it up 里面有馅 有filling 然后外面包起来 面皮包起来 这个就是wrap up 包礼物有没有 包礼物 我买了一只手表 哎呀 外面用个花纸把它包起来 这里是wrap up 还有什么wrap up 还有什么可以wrap up 老师包糖果 That's right 糖果 外面有漂亮的糖纸 给它包起来 我小的时候很喜欢收集糖纸 吃完的糖纸都舍不得丢 最后呢 把它放在一个铁盒里面 全部通通都是蚂蚁 我干的事情 那次让我印象很深刻 我一辈子从来没见过 那么多个蚂蚁 全趴进去 就是因为我收集的糖纸 我也不懂得要洗 还是干什么 因为以前的糖纸太漂亮了 都是五颜六色的 而且会发亮的 那种有颜色 有银色的纸 我觉得太漂亮了 我专门干这个事情 wrap up 还有什么可以wrap up wrap up wrap up the box with zinc foil ok very good wrap up the box 然后还有中东的女人 把自己包裹起来 有没有 印度女人 那个完全就是wrap up 她们是打开是一块布 然后身体上缠绕一下 最后就可以包裹起来 就变成一件服装一样 这个叫wrap up 还有我们什么wrap up 包粽子是不是wrap up 包粽子 那个叫wrap up ok 你中间放上糯米啊 你喜欢吃的肉啊 蛋黄啊 据说我还没有见过 据说台湾的台南的粽子 非常巨大 可以包一只鸡腿进去 我不知道是小腿 大腿 还是四分之一腿 反正据说台南的粽子很 很大 可以包一只鸡腿进去 这个叫wrap up 还有什么wrap up 包子wrap up 包子可以wrap up 水饺是wrap up 还有什么wrap up 菜餐sneak fast food 怎么包 你包什么东西 打包 怎么包 你打包吗 还是什么 对 打包快三 可以用这个吗 不可以用这个 除非你真的拿一个大大的纸 把菜倒在中间 然后给它捆起来 包起来 那个不叫wrap 因为通常都是拿个盒子装嘛 对不对 还有什么地方wrap up 垃圾包起来 有没有 很臭的东西 给它包起来 还有什么东西wrap up 秘密 这是我的秘密 我们现在把它wrap up 这是一个抽象的概念 把秘密包起来 OK 不要告诉别人wrap up 还有什么东西可以wrap up 还有什么wrap up 大自然 有没有 黑烟弥漫了 我们在整个火灾的时候 黑烟 把我们这个地方整个都弥漫了 是黑烟可以说那个黑烟 wrap up the whole space 整个所有房间空间 通通都被黑烟包裹起来了 wrap up 还有什么可以wrap up 恶言相向 我被所有的人攻击 他们的恶言 把我整个包裹起来了 wrap up 还有什么wrap up 老师一个人的心情 被灰色的东西包裹起来了 可以wrap up 以色列人的历史 是被眼泪包裹起来的wrap up 他们是苦难的历史 被苦难包裹起来的 还有什么wrap up 脚受伤的时候 要用绷带把它wrap up 你的脚走的都是水泡 已经走不动了 用绷带把它全部缠绕起来wrap up 所以有好多好多东西 都可以wrap up 好多好多东西 wrap up 所以wrap up 一定要有那种包裹的意识 整个给它包起来 hewrap up the waters in his clouds 把水包在他的云里面 这个没事怎么突然讲到 神去包云去了 包水去了 在云里面 这个第八节到底想表示什么 人的大能 okay yes the clouds do not the clouds do not burst 什么叫burst 爆炸 爆炸 什么东西裂开来 okay 我们可以讲什么 这个人如果我用这样的写法 看你能不能了解是什么意思 这个什么意思 什么意思 突然大哭 okay burst一定要有突然间崩裂出来的那种意思 所以burst with tears 指的是那个眼泪突然间夺框而出 比如这个人 他的女儿被人家拐卖了 现在突然看到他的女儿出现在面前 控制不住那个眼泪啊 okay 眼泪不是那种一点一滴的掉出来 是整个突然就夺框而出 表示他是 蹦出来很多眼泪的意思 不是一滴两滴的那种 okay yeah 后面Cathy讲得很好 泪奔啊 泪奔 就是流很多眼泪的意思 burst可以with tears 还可以burst什么东西啊 人可以burst什么 啊 burst什么东西 你还可以做 老师那个饮料 用那个可乐什么的 那个 一开瓶它碰就爆出来了 那个行吗 okay 可以 我现在讲人可以burst什么东西出来 就是我们的人的身体上面可以burst什么东西 还有老师 还有情绪 情绪可以right itburst with什么 tumper he burst with he bursted with laughs right 突然就哗 哈哈大笑笑出来控制不住了 哈哈大笑笑出来 还可以burst什么东西 quite quite he bursted with什么 骂人的脏话 他突然间就哗啦哗啦 骂很多脏话出来 骂很多什么什么的话 ok这个就是这个burst一用进去就表示他后面那个是克制不住的哗啦哗啦就狂道出来一样 叫bursted 所以bursted 哭哭行吗 大哭出来 所以就是我刚刚刚讲的burst with tears 啊 tears right bursted with tears 他就整个人就就爆裂出来了 泪崩啊 好多好多眼泪都通出来了 ok burst 所以bursted with 就是一种控制不住的情况之下 ok 好 但是呢 the clouds do not burst under their weight 这个云很奇妙 上帝的云包裹了一大杯水在里头 但是呢 do not burst 他都没有爆裂 云没有爆裂 under their weight 在这么大的重量里面 这些水的成分肯定重量很大 但是在包裹的里面都没有爆裂 好 他也没有其他的问题 第十节有一个horizon 什么叫horizon 地平线啊老师 OK 你现在看到太阳 从地平线那里慢慢升起来 那个就叫horizon OK 你一直往很远的地方看 从地平线上升起来 那个就叫horizon OK 那个wrap up 是不是也可以翻译成那个笼罩的 大自然里面可以笼罩的 哪一个字 wrap up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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常不是从上面笼罩下来 是整个强调的是那个包裹的动作 如果你是从天上降下来什么东西的话 OK 通常不会用wrap up OK cover 比如说火灾的时候 那个烟 那个烟是从底下升起来的 是不是就有那个包裹的作用 感觉上 是不是 是 好 cover呢 静老师 over字 就实体 实节这个 怎么样 Horizon 这个词怎么念 Horizon The horiz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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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最后 Horizon Horizon Horizon是地平线 Horizon 知道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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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老师 25章有个 二节了 有个那个 Dominion 我读的对吗 Dominion 是不是 Domin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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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统治的意思 管理 Dominion Dominion 是统治的意思 所以这些所有治理的权利 什么什么 你注意那个句子 什么什么东西前面加一个名词 Belong to Belong to 属于神 OK 我说赞美 属于神 OK 我说 比如说什么什么 全能 OK 所有的能力 所有的这个权柄 都属于神 Authority 所有的权柄 都归于神 所有的赞美 都归于神 所有什么什么 归于神 Belong to God Belong to OK Domin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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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uler 也是统治 是吧 Rul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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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U-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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 Ruler 也是统治 管理 Ruling 是统治 但是这个 这个Dominion 是一个比较大的字 比如说 统治啊 主权啊 这些都可以用Dominion 来做 它是一个名词 这个词 establishes 那个A字母 发的是那个梅华音 establish 重音在第二音节 establish establishes 后面是 OK establish order 什么叫order 命令啊 点餐 这里不可能是点餐吧 上帝点餐嘛 He establishes 这个order是什么 是属于名词 还是动词 动词 建立的意思吧 establishes order order是一个秩序 比如说教室的秩序 OK 我们的老师 OK 老师要建立教室里面的秩序 不可以让小朋友在教室里面 高兴怎样就怎样 不行 对不对 所以老师会教导小朋友 你们要上厕所的时候要举手 交作业的时候要怎么样 这个就是在建立秩序 He establishes order in the class in the classroom right 所以他建立了教室里头的 in the classroom 是在教室 He establishes order in the classroom 在教室里面的秩序 他把它建立起来的 所以这个order就是指秩序 OK 好 有没有问题 有没有其他的问题 所以这里讲上帝建立这个秩序 但是他的秩序 in the heights of heaven in the heights of heaven 什么意思 高处 天的高处 对 他是神 所以他 他的秩序 所有这个世界的秩序 他在高高的地方就全部把它建立好了 那 所以我们记得吗 我们的这个主导文里面有一句话 怎么说的 你的旨意行在天上 什么 行在地上 行在天上 所以他的旨意是先行在天上 还是先行在地上 天上 天上先建立好 天上都已经都听他的 地上 你的旨意行在地上 如同行在天上 表示你的旨意已经在天上 都已经规定好了 他这个秩序都已经建立好了 对吧 那地上的人更要照做了 人家在天天上都已经治理好了 是不是 嗯 order呢 跟那个点餐的order是一个词 他就是在这秩序 一样吗 这里是名词叫order OK 所以你用在生活英语里面 OK 你这个order的话 有很多个用法 同一个字 他有很多很多的意思 OK 比如说你现在到餐馆里面去拿你的餐点 我点了个牛肉面 OK 那那个柜台问你说 what's your order 你订了什么东西啊 OK 我订了牛肉面 OK 或者是what what do you order 你点了什么 what do you order 这两个order是不同的词性 your order 这个是你的订单 what do you order 这个order是动词 对吧 you ordered what do you order 我可以跟你讲 I ordered 什么什么什么东西 right 我订了牛肉面 我订了一个蛋糕 OK I ordered a cake 什么东西 right 你们常常在网上买东西 快递 订这个订那个 order 下了订单了 put something in order yeah put something for your order OK good 所以这个order是 很多地方可以用的 to put something in order to put something in order in order OK in order 是要用按次序来 in order yes that's different 比如说 OK put all your clothes in order 整理好 in order 就有个顺序在 红色的都放一边 黄色的放一边 按颜色来区分 按大小 按出席的场合 夜总会的晚礼服 都放一边 mini裙放一边 喇叭裤放一边 这个就是 put your clothes in order OK 好 还有没有其他的问题 那个 dominion 和那个 administrate and manage or management 这有什么区别 不一样 OK dominion 是一个 很大的字 OK 就是他 特别是在 政治上 管理上面 OK 这种是 dominion OK 比如说你 你管理什么事情 你又是 dominion 强调的就是有 主权 比如说这个 领土上面 我管的 这是我的领地 我就是管 全中国的 这个是我有 主权的 这个是 dominion OK administrate 这是一个行政权 这是一个行政权 我有这个行政权 所以我在这个公司的行政由我来管 administrate right management 这是管理权 这个公司的管理阶层 总裁 副总裁 或什么什么东西 这个是management 我们如何管理这个公司 或者是一个地产公司 或者是一个学校 学校的管理阶层management dominion很大 通常我们喜欢用它来讲 领土主权 dominion 好 明白了 谢谢 好 有没有其他的问题 老师这个administrate 就是管理阶层 管理人员了 这个management 管理 他也是管理人员 管理 administrate 主要强调的是什么 比如说我们有一个学科administration administration 你在学校学什么 我学行政 administration 主要是行政事务 行政事务 它跟management不一样 management是上面的高管 对吧 他们做主要的管理的工作 administration的人 管行政的人是 确保让 管理阶层能够好好地运作这所有的事情 administration可以是什么 秘书啊 老板的秘书 他是做行政的 可以是前台接电话的 接电话 书包裹的 他可能帮助这个公司的行政 OK 运转的非常好 我是中午的时候给大家订便当的 这也是一种行政事务 administration 我是会计 会计 确认整个公司 每个人到月底的时候都拿到薪水 这是一种行政事务 所以他跟management不一样 他有权力 他有权柄 但是你不要把它跟管理混在一起 for example administration of Biden 这是指的政府 comment administration administration通常是行政事务 你不要跟管理 他有权柄 可是他只有片面的权柄 我是联邦政府里面做会计的 专门管所有美国的联邦的这个公务员发薪水 这个是我的administration 这是行政权 但是不是management 政府的管理权不是在行政人员的手上 政府的管理权是在总统副总统 各个部会的部长 国防部国防部管 经济部经济部管 什么什么教育部教育部管 OK 谢谢 还有其他的问题 OK 25章这些话是谁说的 你们记得吗 25章的话是谁说的 他朋友对不对 所以他朋友就是说 哎呀 上帝至高无上 他管这个管那个 他有很大的威严 哎呀 他的力量可大了呢 他怎么样怎么样 他强调的是这些 所以他强调的就是 人一定有罪 你怎么能称义呢 任何人 你只要是有血气的 你只要是女人生的 你不可能绝对的纯洁 你做不到 OK 神在神的面前 你不可能洁净的 所以第五节里面 if什么什么什么 假如这个是这样 假如这个是这样 后面 how much less 这种句型 我们以前用过 对不对 就更不要说 什么什么了 更何况是人呢 可以注意第五节 第六节是一个句子里的东西 假如月亮都不算明亮 OK 都不算够明亮 神的眼中看来 月亮都不够亮 神的眼中觉得 星星都不够纯洁的话 啊 那就更不要说人了 人根本就是 who is bird but就是only的意思 only a maggot maggot就是蛆 就是蛆 那个虫子 OK 那个猪肉 你把它放在那里 放坏了以后 那会长蛆的 那个就是maggot 好 有没有问题 就是要用how much less的时候 你前面一定要有一个前导的虫句 如果这个都不够好 如果这个都不够什么什么的话 更何况是什么什么人呢 go就更不要说谁谁谁了 这样子 OK 是这样的句型 有没有其他的问题 说问一个问题就是 if only跟那个if even 这个有什么区别 没有没有没有 if only那是另外一件事情 我们上次讲那个句子的时候 if only那是另外一个句型 OK 你不要把它扯到这个里面 if even even只是加重于 甚至于 甚至于 有没有其他的问题 if even 就是很简单的 if even 就是 甚至于 假如 月亮 在神的眼中 看起来都不够明亮 OK 假如星星 OK 神也觉得不够纯洁的话 那就更不要说人了 对吧 if only 跟would 我们那天讲的时候 那个句型是 if only would 指的是说 如果什么什么就好了 记得吗 OK 这个句型我们那天讲过 if only 什么什么 后面的主语要用 加一个would 一定要有would OK 假如比如说 if only they they would talk to each other 假如他们肯彼此说话 就好了 OK 假如 if only 通常这个讲的是 还没有发生的事情 不一定是未来或怎么样 但是通常就是 不太可能做到的事情 假如我能够赚500万 一个月能赚50万 50万就好 50万人民币 那就好了 假如我可以买三个房子 就好了 那我买不买得到三个房子呢 我根本没本事 我一个月 sorry 我一个月赚的钱 根本就不够买三个房子 别说了 那是不可能的事情 if only 然后后面的主语要用would 好 有没有问题 所以 if only 加would 那是一个特殊的句型 假如我妈妈愿意来北京就好了 她就可以帮我照顾孩子了 那问题是我妈不可能来 对吧 这只是这样子 说一说而已 假如我妈愿意来北京 那就好了 假如我爸爸可以每个月给我两万块人民币 那就好 假如我能懂法语 那就好了 我现在正好要去法国旅行 ok 好 有没有问题 所以不要把if even 这个if even这个句子就是一个很简单的就是if even就甚至于怎么样怎么样 有没有其他的问题 没有其他的问题了 ok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我们今天的这个 我们的雅刻书 看一下雅刻书 我们今天要讲个底 是不是跟二十六节了 对吧 二十六二七节 我又看一下 二十六二七 二十六七 ok ok 好 看一下 ok 二十六节 我们前面二十五节已经讲过了 ok 好 those who consider themselves 这个consider是那些认为他们自己consider 自以为他们认为consider ok 比如说 比如说我我觉得我是中国第一美女 I consider myself is the number one beauty in China 我就这样认为啊 我认为我是中国第一美女 I consider 我认为我是中国读书最用功的人 I consider 我认为你就是不够努力 你要是再努力 你今天的成就不止于此 这个时候就是I consider consider不要用think think呢是比较不负责任的 我想一想 I think 我想明天去吃冰激凌 我想明天去吃大餐 我想明天干什么什么 那都是think consider呢都是有用脑子分析过的 我就这样认为 而且我很坚持这个看法 叫consider those who consider themselves those who 我们已经学过这种用法 those who那些这样的人 那样这些这一类的人 他们认为themselves religious 什么叫religious 什么叫religious 信仰 就是信仰吗 religious就是认为他们自己是很虔诚的 他们很有信仰的 ok 这个叫做religious ok 好 但是呢 and yet 他们认为自己很有信仰 认为自己信得很虔诚这样的人 do not keep a tight rain tight rain 什么叫tite rain tite是很紧的 rain是什么东西 嗯 嗯 僵绳 马的那个马嚼子 那个嚼在嘴巴里 那个僵绳叫rain ok tite rain 对 他们并没有保持一个很紧的僵绳 on their tongues 在他们的舌头上面 ok 这些人呢 自认为很虔诚 但是并没有把他们的舌头 ok 用一个很紧的僵绳给他绑起来 没有 这一类的人 those who 这些人 一直到这里动词出现了 deceive themselves 这些人 deceive themselves those who deceive themselves 这些人 基本上就是欺骗自己 他们自己在欺骗自己 ok and their religion religion 这是他们的信仰 他们的宗教 他们的虔诚 不虔诚 is worthless 什么叫worthless 什么东西叫less 就什么都没有了 worthless 无价值的 完全是没有价值的 没有价值 你讲了半天的这些虔诚 你讲你自己怎么样怎么样 worthless ok worthless 这个字用的时候要小心一点 因为这个字很强 这个字很强 比如说 我听了你讲 对某一个什么 对中国现在的某一个事情的评论 或对一个什么东西的 我听不习惯 ok 我说 如果我说 whatever you say is worthless 这个怎么样 什么意思 worthless 什么意思 无论你说什么都是没有价值的 你说的都是 都是 毫无价值的 你说的东西都一点价值都没有 你根本就 我根本不把你放在眼里就是了 ok whatever you say is worthless ok 好 ok all your 我们再讲 all your efforts ok all your efforts are worthless 什么叫efforts 你的努力 你的努力 是没有价值的 对 你努力 你说你自己努力 哎呀考985 你要考北清华 北大 你要什么 你这种努力的方式 你就根本就开道车 你用错了 力气了 all your efforts are worthless worthless 还有什么东西是worthless的 嗯 什么东西是worthless 有的时候大人给小孩的教育 大人用的 用用用的力气用错了 ok 比如说非常严苛 或者怎么样怎么样 啊 叫小孩要这样 那小孩三天以后受不了 跳楼了 那是不是 worthless 对不对 worthless ok so worthless 就是很强的字 指的都是这种 毫无价值 讲的难听点 都是狗屁 都是不对的 都是怎么样怎么样 基本上你是完全否定对方 叫worthless ok 好 我们看一下这个经文里面讲的东西 ok so 这些人基本上是欺骗自己 deceive deceive这个字 在James里面 雅各书里面用了好几次了 deceive就是欺骗 那个缅北的那个都是deceive 都是骗你去那里 什么割腰子的那个都是deceive themselves and their religion is worthless 他们自己所讲的那些虔诚不虔诚他们的信仰全部都是没有价值的 worthless ok 好 有没有问题 对刚才我疏忽了没听 keep a tight ring on their tongues 下意思 ok tongs是他的舌头 因为他们没有保持一个很紧的缰绳 你没有勒紧缰绳啊 没把你的舌头勒紧了缰绳 你没把他勒住啊 所以你是deceive themselves 所以都是欺骗他们自己 自己欺人 rein是什么意思 rein是江绳 哦江绳 行 马的江绳 太是很紧的意思 ok 哦 谢谢 ok 谢谢 those who consider themselves religious and yet do not keep a tight ring on their tongues deceive themselves and their religion is worthless 这个deceive 这个deceive 所以这样还是收获 不是欺骗 是吧 欺骗 他们欺骗自己 自己骗自己 欺骗自己 对 他们自己认为自己很有很虔诚 他们认为自己是很有信仰的 但是呢 舌头都没有管好 那这些都是自欺欺人 欺骗自己而已 是 对 所以说舌头没管好 所以 欺骗自己 为什么这个地方会讲到这里呢 是从前面衍生出来的 看前面有告诉你说 你信了这个道 你就要照着他做 对没有 是 听了道 不要只单单听道 你要行道 你要照着做 不然 and so deceive yourself 不然就是骗你自己 好 那么管好你的舌头 是不是 就是行道的意思 管好你的舌头 就是行道的一个部分 有没有问题 是的 是的 所以你在那个 James和雅各苏这种书的时候 你要上下文 常常来来回归的跑一下 你要前面讲的东西 一定跟后面人家是一个脉络下来的 你不要就 不要瞰着眼睛光看这一节经文 你要把前面的意思 你要把前面的意思下 OK 所以这边这个 管好舌头 很重要 跟前面的行道 你听道 但是你要行道 把它做出来 所以呢 一个人如果说 自己认为自己很有信仰 可是管不好自己的舌头 那基本上 这个就是自欺欺人 因为你听了道 你没有行道 我都有去听 每个礼拜天我都去 牧师讲话的时候 我做第一排 唱诗歌的时候 我唱的比谁都大声 查经班的时候 我都参加 祷告会我也去 但是你没有把你的舌头管好的话 你就等于是你没有行道 你听了道 一个耳朵进去 但是你没有做出来 没有行道 没把舌头管好 是不是 所以呢 你的所谓的信仰 你这些虔诚 都是worthless worthless是很强的字 你不要第一次认识某人的时候 用worthless这个字 worthless这个要小心点 父母跟孩子讲话 可以用worthless 但是如果不是你很熟的人 不要这样讲人家worthless 好 有没有问题 贬义词 这是个贬义词 绝对大贬义 非常贬义 OK 但是我从小被这种词汇打击了很多 所以我有一肚子这种词汇 但是我都不敢对人讲 不可以 因为出了人从学校毕业以后 出了社会以后 经过社会大学的熏陶以后 你就知道什么可以讲 什么不可以讲 OK 我爸骂我都是这种词汇 我们中国以前老一辈的人 你要不要 都是这个样子的 这个中国的文化 不打不骂 不成海 对 对 都是讲一些 你这个 像我小的时候 就是这个样子 那个我如果当当什么 当个什么什么掌 比如说 就这一排 我当排长 就这一排的人 我帮他们收本子 我爸也要把我讲一顿 哪天当了一个什么康乐鼓掌 爸说康乐鼓掌干嘛的 就搬上同学交游啊 什么组织什么活动啊 什么的时候 我去带头一下 对吧 爸说那就是带头玩呗 这有什么东西啊 绝对打击我 所以我从来没有被赞美过 所以 That's the reason why 像这种很强的字 worthless 你用的时候 你要谨慎 当然现在教导孩子 已经跟过去不一样了 你不要跟你的孩子 动不动就worthless 你要赞美他的 现在的孩子 都是要被赞美大的 好 我们来朗读一下 谁跟我们读一下 Those who consider 来 这样说我想读 好 Angel来 Those who consider themselves religion and yet do not keep attiring on their towns deceive themselves and their religion is worthless 好注意 第一个地方是 第一行是religious 这是形容词 religious 跟最后一行的religion 不一样 religion是名词 religion religious 是他的形容词 还有那个舌头的 tong 嗯 就好像我们讲英国的音 ing 英国的音 有没有 ing ok 所以tong 那个ingu 那个地方的时候 你是要有一个 嗯的音 tonges tonges 嗯 有一个这样的音 ok 好 我们谁在跟我们读一下 我们Christina来 Thank you Jing Those who consider themselves religions and yet do not do not keep a tight a tight 人 on their tonges deceive themselves and their religion is worthl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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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religious 注意这个地方不是religions 不是 是religious religious religions religio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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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religious OK Good Ester Green Thank you Ester Green来 OK Those who consider themselves religious and yet do not keep a tight ring on their tonges deceive themselves and their religion is worthless very good thank you Cer来 Nilmi OK 谢谢老师 Those who consider themselves religious and yet do not keep a tight ring on their tonges deceive themselves and their religion is worthless religious 没有 religious 后面不卷舍的 religious 好 再来 我们 Ruth来 Ruth 谢谢 郑老师 嗯哼 Those who consider themselves religious and yet do not keep titing on their tonges deceive themselves and their religion is worthless 好 themselves themselves self self themselves self self 后面 是很快的 两个 一个V 一个S themselv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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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ery good themselves ah 好 再来 thank you 266 好 李 谢谢 Those who consider themselves religious and yet do not keep a tight ring on their tongues deceive themselves and their religion is worthless Those wh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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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at's right, those who Okay, very good Thank you, Jane Thank you,再来 579, Sarah,来 Thank you, Jane,老师 Those who consider themselves religious and yet do not keep a tight ring on their tongues deceive themselves and their religion is worthless Religio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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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ery good, religious Thank you Jessica,来 Thank you, Jane Those who consider themselves religious and yet do not keep a tight ring on their tongues deceive themselves and their religion is worthless Religion Religion Their religion is worthless And their religion is worthless Very good Very good Thank y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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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ose who consider themselves religious and yet do not keep tight ring on their tongues deceive themselves And their religion is worthless Worthless Worthless, that's right 这个 worthless非常强 Worthless就是你做的什么东西都是没用的 Okay 都是 都是 都是讲的难听脸 就是狗屁 根本就是 根本起不了作用 根本就等于没做一样的道理 Worthless Thank you Thank you 再来 Andrew Andrew,清宁,来 Those who consider themselves religious, and yet do not keep a tight ring on their tongues, deceive themselves, and their religion is worthless. Religious. Religious. Religion. 后面注意,这个religious,但是我们通常念的时候后面的部分不会那么重,我故意念得夸张一点好。 Those who consider themselves religious. Those who consider themselves religious. Good, very good. And这个religious and religion,比如说我们说中文教信仰,是说religious belief, and so religion belief,应该是religious belief吧? 有很多种讲法,OK? religion,首先religion是一个很中性的词,就是你对什么东西, 你是很有宗教性的,你是很投入这个宗教性的,但是基督徒之间如果说你信仰,信得很虔诚,真的是在神的眼中看你,觉得你这个人灵性很高的时候,那是一种believe in Jesus Christ,believe in God. OK,他现在讲的这种表象,就是很多人自认,我可虔诚啊,我这个茶经会我也到,什么什么姐妹会我也到,我杀杀杀我都有,这个是religious,他很虔诚,表示他参与的宗教活动很多, 然后他们,凡是这个牧师在上面讲,我都做第一派的这种religious,OK? 好,谢谢。 谢谢,再来,167,Sara来,Sara 谢谢老师 好 Those who consider themselves religious,and yet do not keep it tight,ring on their tongues, deceive themselves,and their religion is worthless. or they keep up tight, Meleda attent quarto 聚 等 聚 等 聚 等 聚 dal 聚 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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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聚 housing n聚 그 extent 聚 等 聚 聚 聚 酗聚 Tight rain Tight, tight, tight rain Tight rain Keep tight rain Very good, thank you Thank you, Jian老師 Helen来, Helen Thank you, Jian老師 Those who consider themselves religious And yet do not keep tight rain And their tongues Decie themselves And their Religion is worthless That's right Deceive themselves Deceive themselves Themselves Deceive themselves Themselves不好读 Themselv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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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ery good Thank you Thank you,再来 Janet Deceive Thanks, teacher Themes who consider themselves The religious And yet do not keep a tight rain On their tongues Deceive themselves And their religion Is worthless ed Japanese Reeligious d fools En dick Do not言 A D Clo Let us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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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igious very good religious 谢谢老师 thank you Jenny thank you 好 还有没有谁要读啊 好 请 great line those who consider themselves religious and yet and yet do not keep a tithering on their tongue deceive themselves and their religion is worthless very good 那个 yet 就是一个语气的转折 所以 and yet do not keep a tithering 然而 他们怎么样怎么样 所以这个 yet 有的时候 不要忽略了他 ok yet yet 并没有这样做到 对不对 他明明说 今天要来我家吃烧烤 然而 and yet 他没来我家 right that's right and yet very good thank you 每个人都读得 非常棒 ok thank you 好 还有谁要读的 ok those who consider themselves religious and yet do not keep a tithering on their tongues deceive themselves and their religion is worthless their religion 没有s religion 然后前面那个形容词 religious religious 没有r 不卷舌 religio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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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r 不卷舌 Thank you Thank you Thank you Very good 大家都读得很棒 你发觉你读得越多 你就越来越好 因为你就懂得越多 你懂得控制这个语境 你大概就知道哪些字 那个味道读出来以后 他就是应该要一起读的 OK 你读多遍以后 你自己就自然就融会贯通了 你自己就是自己最好的老师了 OK 所以大家都久病成良医 马上就变成 最棒的英文老师了 好 有没有问题 有没有其他的问题 老师 那个immediately 我读得现在对吗 immi 首先是immi immi 第二 第二 talee talee 后面一定要 后面是往下降的 immi 你的重点是immi 第二音节要重音加重 immi 你一定要开高走低 你那个地方不够高 你后面那么多个字母 你咋拉出来啊 就拉不出来了 对吧 你到后面就完全没有声音了 immediate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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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ery good 所以他的重音在mi 这样把它高一点 that's right 你不够高 就是后面完全没有声音 会听不懂 immediately 而且这个字是有积极性的 对吧 做什么事情 立刻马上上马 immediately 现在给我去刷牙 立刻马上 现在就做immediately immediate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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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al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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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mmediately very good very good 所以你看 多练马上就好 我们都全场的人都可以听得出来 你改变很多 谢谢老师 我们我们这个平台 大家不用看你的脸 但是我们在靠声音活的 所以我们都是在很专注的听声音 OK 你们听久了就会发现 这个某某同学不认识他 也不知道他脸长什么样 但是一听他的声音 这个人改变很多 他的改善很多 他英文现在很流畅 都是有原因的 OK 好 有没有其他的问题 就是我们在读 比如说我们现在读到一章的26节的时候 我们要反复的把前面的文字 跟这个一章26节要连贯起来 否则为什么突然讲到舌头这件事情呢 舌头有啥关系啊 舌头其实就是行道 其中一个很重要的环节 你听了那么多道 你认为你自己很很虔诚 对吧 你没有做到 你舌头都管不住 你就根本就没有行道 是不是 OK that's the reason why 好 有没有其他的问题啊 好 没有问题的话 我们今天就停在这里 如果大家有问题的话 我们在群里面可以讨论 或者是明天上课的时候 我们可以再继续努力 OK 谢谢大家 谢谢 辛苦见老师 谢谢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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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 Thank you Thank you Thank you 拜拜 拜拜